我相信来我们广播小站 倾诉人生故事的人 本节目由察觉美好的 康师傅青梅绿茶独家冠名播出 康师傅青梅绿茶茶觉生活小美好 和朋友一起发现美好 每周二中午十二点 会员抢先看 朋友请听好第二季正片 会员遵享朋友的小美好 朋友请听好第二季会员加更片 等更多精彩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 他是怎么留下的 三位见习主播 感谢你们的到来 为小耳朵们送去了温暖 现 成腰 三位成为小战的外聘主播 转正了 诚挚的邀请三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多多回我们的小战做客 朋友们 店尖吗 什么 王敏是店尖吗 不是店尖 他那叫砍尖 我见过店尖 也见过砍尖 但是没有见过 又是店尖又砍尖 又店又砍尖 今天早上 小马看着小景的衣服说 我就穿不了这种衣服 自从我练健身以后 穿不了你们这种衣服 我原来 来吧 薄先生 你知道他们刚刚 到你了 你坐这儿来长寿一会儿 上班了 接力了 薄先生 来 我消失一会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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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 我解释一下 主要是因为你们瘦 你知道吧 身材什么都很好 我现在 起来了以后 穿这个就显得很像 什么起来了 说清楚不要那么溜走 什么起来了 就是肌肉纤维以后 小景是没有吗 还是小董是没有 不是 不是 就他因为 不是他因为他个子高 你知道吧 我这 我穿这个衣服 又在就显得很 你知道吧 就是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真可怜 就是 就很 很 就是因为他 你是觉得哥没点东西 不是 你碰一碰 有 这是个子高 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他的这个 什么 这么早 有人要来了吗 请注意 请请各位为主主播播门门 准备备备好好 双双份份的的咖咖啡飞水水果果 快快乐乐等等代代 吃早饭的意思 双份 来俩人 是吗 来了吗 没有 他说了说请各位主播要准备好 什么双份的水果 什么咖啡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各自的CP来了 杰哥和小姨 搞笑女杨子来见她的搞笑男 反正我猜的是一对 也有可能是袁佑姨和张志玲 对 蔡少芬和张进 是不是 李承炫和七威 对 都有可能 一对 因为都要双份了吗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估计了 有一点尴尬 对韩仙有一些尴尬 我们可以说风景挺好的 突然空气好安静 天挺好 空气也好 好像过年走亲戚的感觉 你才也没带东西 是不是 双双份份来了 是谁呢 袁佑姨和张志玲 古天乐和李若桃 有人吗 古天乐和李若桃 许志生 何广志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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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 你好 欢迎 欢迎 开心了 欢迎 久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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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博然 董子健 马柏谦 这是脱口秀大王 很喜欢他 我跟你说 你们来之前 他说 他说他们 我没有演出了 因为我火 所以我没有演 那些不活在那边演出 像徐志生 何广志他们都在演出 他是不是来了嘛 主要他现在也没人愿意看 免哥的演出了 他也没有跟我预告 走 冬季 冬季 因为刚才有预告 说是双双对对 你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啊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们没有人往这方面猜 没有人跟我们讲 我们猜的是什么 他说是一对 我说他是不是袁佑姨和那个 张志玲 张志玲 欢迎来我们的广播小站 我们一来就赶上饭点 你不要挑饭点来的 坐 好 谢谢 咱俩怎么来的 连筷子都不会自己拿 一来就吃 冬季 你这是主人了 你招待一下大家 坐在那 我今天又成主人了 刚才我还让我走呢 我现在又成主人了 来大家吃好喝好 但交进来之后 第一个就指的 王敏说我很喜欢你 你都没注意 这是那个托活秀大王 很喜欢他 你要这么说 我就是追溯我的微博了 其实我们在四年前见过 我还特意发了一条微博 四年前 对 当时你们俩来我们公司录节目 冒犯家族 然后我在幕后做编剧 对 然后当时你们的本子我参与创作了 参与创作我的天 我还记得 你们唱一首歌好好笑 对 好像是我在台上唱歌 对 当时 对 2017年12月19日 看到TWINS本人以后 就知道自己活着 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是那种 你找到了此生的择偶标准 但是知道自己这辈子 也找不到的感觉 真的 当时发的微博 缅隔念完那个微博 我觉得那个地瓜都有点油了 我的十年还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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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可真是灯火呀 你这么说话真是 你这么说话真是 我说话真是